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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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休息过没有? 大家能休息吗? 时间过得真快 在电话里收到 有些人问 那两本书 所以在网上 把书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电话的短书里面 有人问这两本书 是哪两本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网页上 PowerPoint上面 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左手边就是 铁约翰 Ian John 左手边就是 Ian John 是他的作者 右边就是 蔡元文医生的书 从未遇上的父亲 右边就是蔡元文医生的那本书 从未遇上的父亲 好,那我们来 第二节的分享 好,我们来第二节的分享 第二节 我们的课题就是 其实我们 男性 其实很多时候都有个疑问 第二堂的课题 是我们在说 很多时候男性 有一些疑问 我够不够man的呢 我够不够 男人呢? 男子气概 男子气概 第一就是在球场上的表现 第一就是在球场上的表现 比如我都打叮叮波 打籃球 我也打乒乓球 我也打乒乓球 也打得不错 特别 如果在籃球比赛呢 就 轻拆哪些人进去 那个队里面 我们在籃球比赛的时候 我们就会 大家 剪刀丝套布 被选到哪一队去的 那 整天都是被人先选的 我都是常被人先选的 所以这也是对男性的肯定的 就是小的时候 男孩子被肯定的一种情况 那 其实 大家 看看 是不是听得不清楚 IN章的书 其实也有翻译的 就是叫做 IN章这本书是有翻译的 就是叫做 在网上有些人提问 在网上有人提问 我们就回答一下 OK 好 我们继续 好 我们继续 那 刚才王全到来我家 就有一个 有一个发言 刚才 我来到老师家 就有一个新的发现 我有个儿子 就22岁 我的儿子22岁 那 他这段时间 就慢慢 保持健康 他这段时间 一直健身 很大的铁饼 举压鈴 他在家里面 就有一个很大的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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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所以 这个 有一个 提问 我够不够男人的气概呢 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提问自己 我够不够男性 那 特别呢 我们 比如 夫妇之间的冲突 吵架的时候 当我们跟夫妇之间 吵架的时候 我们最 最讨厌听到一句什么话呢 我们最讨厌听到哪一句话呢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男人来的 是不是男人 所以 对于我们来说 有没有男子气概呢 是一个 我们常常在追求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是不是一个男性男人的样子 是我们在追求的事情来的 好 我想跟大家去看一下 男性特质 男性是什么 有一个简单的 做男性研究的框架 现在有一个简单的 做男性研究的框架 左手边 一个叫bipolar的view 左手边 是一个 就是两极的一个看法 左边就是男性 右边就是女性化 放在一个continuum里面 就是 左边是比较男性的 吹向男性化的 右边是比较吹向女性化的 一个连续性的表述 那我想这个分辨 都少人采纳了 这样一个的分辨方式 是比较少采纳的 反而右手边 就是把男性和女性的特质 分开它 在右手边 这样一个 是比较将男性和女性 这样一个分别 把它分开来看 所以你看到 有四个框框 你看到有四个的方向度 那就是说你是高男性特质 低女性特质 就等于左上角 传统的男性 左上角是高男性的特质 下面就是比较低女性特质 右手边就是女性特质 低女性特质 所以我们传统男性就是右上角那边 传统女性就是很少男性的特质 但是她很高女性的特质 就是在右下角那边 相对的右下角这部分 就是低男性特质 高女性特质 是我们传统的一个女性特质的一个表现 是的 那现在其实有一些人都提倡就是右上角 现在有一些人是比较提倡右上角 就是叫做 叫做光柔并制 叫做光柔并重 那就是说她一方面男性特质高 女性特质也高 两者都有的 一方面是她男性特质高 然后女性特质也高 那这个其实可能都是我们做男性的一个追求的方向都未定 这可能也是我们做男性的一个追求方向而已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用这幅图 可能就是我们由左上角移去右上角 好像这幅图这样子 我们是用从左上角移到右上角 那这个也是一个全人的发展的路径 这也是一个现在全人发展的一个路径 那我们有传统男性的特质 都不需要完全否定 那反而我们是要发展一些好的女性的特质 那反而我们要发展一些好的女性的特质 那这个在明天我说到两性和太太相处的时候 我就会提出一个我们里面男女两性的特质 要充分的使用的一个模特 明天当我说到男女相处的时候 我就會講到男女的特質都應該充分地發揮出來 這也是現代夫婦相處問題 這也是現代夫婦相處的問題 那我提話說一點 題外話說一點點 現在香港的男士面對香港的女性 有一個張力的位置 除了她三高之外 高學歷、高薪、高年紀之外 除了她們擁有三高 高學歷、高收入、高年齡之外 因為女性出來工作之後 她們的男性特質很高 所以她們回到家裡都放不下她們工作世界的戰衣 她回到家裡也放不下她們在工作場裡的戰衣 所以對於香港的男性 我不說台灣 所以對於香港的男性 我們不說台灣的 就是我們覺得 太太這麼強性 這麼強 我們會覺得 我的太太怎麼那麼強 都不得溫柔 沒有什麼溫柔可言 這就是她女性的男性的一面很強 這就是說她女性的男性那方面很強 所以兩性在新的時代怎樣好好調和呢 真是好考我們的配搭 兩性如何在新的時代如何調和 真的很考我們的功夫 好 我們先說回我們男性的問題 那我們再回來 回頭說我們男性的問題 傳統是這些這樣的說法 這是我們的傳統的說法 比如女性的特質 正面又負面 兩人都有 比如說女性的特質 有正面又負面 兩邊都有 正面可能是忍耐 敏銳 懂得欣賞人等等 正面的就是忍耐 她們很有感知 還有就是很能夠熱情的幫助人家 那負面可能就是怕事 很想人肯定 有點緊張 很想人肯定她 那同樣男性都有正面的特質 同樣男性也有正面的特質 就是堅強啊 自信啊 堅強啊 自信這部分 那如果負面呢 就是侵略性很高啊 很大男人啊 那負面的部分就是侵略性很高 很大男人 那所以這個 沒有壞的 如果是我們保持著我們正面的一些特質 那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那譬如說 那譬如說 剛才我講 常常強調就是鐵康柔情 那譬如說我們講鐵漢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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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有原則啊 有自信啊 都是很好的一些特質 那如果我再栽培了女性的正面的特質 就是忍耐啊 對人敏銳啊 懂得欣賞人啊 那兩者都兼得 那就是一個好的 人見人愛容易相處的一個人 如果把女性正面的一些特質 比如說忍耐 敏感還有熱情啊 都能夠就是培養起來的話 我兩方面的特質我都擁有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好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點題 好 這是一個點題 那現在我們就看一看 其實性別角色呢 這個話題都是我們 譬如介意是不是夠男子氣概 我們這些性別的話題就是 我們會不會很建議 其實沒有男子氣概這樣的一個特質呢 那這個從性別角色來看呢 其實都將我們 性別角色的一個框框 告訴我們 我們透過性別角色這樣的一個 這個元素 來讓我們看看 這個框架裡面 有什麼是我們需要的 那麼簡單來說 就是左邊呢 就是自己看自己 左邊是自己看自己 右邊呢 就是我們怎麼看一般的男人 右邊是我們如何看另外一半的男人 那麼第一 左邊的第一項呢 就是自己怎麼形容自己 我怎麼看自己作為男性 左邊是第一項就是我如何自己看自己 作為一位男性 下面那兩項呢就是說 理想的男性應該怎樣 下面的兩項就是說 理想的男性應該怎麼樣 那麼中間就是說 理想的男性應該做些什麼 或者應該是怎樣 中間那部分就是說 理想的男性應該做什麼 應該要做什麼 那麼下面呢就是 理想的男性呢 就不應該是怎樣 下面那部分就是 理想的男性不應該怎麼樣 譬如 應該就要做到領袖啊 要強啊 那樣 比如說 應該要做到領袖 要能夠強 不應該的就 不應該好像很脆弱啊 好情緒化啊 那樣 不應該的就是不應該脆弱 或者情緒化 那我就不詳細說了那麼多個 我不詳細的把所有的都講出來 只不過就是說 原來我們心裡面呢 第一方面怎麼看自己呢 另外我們都有很多行為的框框 框著自己 做一個男人呢 應該怎樣 不應該怎樣 第一部分就是我們怎麼看自己 還有就是我們有什麼框架 就是限制著自己 應該怎麼樣 不應該怎麼樣 那而透過這些性別角色的要求呢 其實就會製造了我們 有些的壓力的 其實透過這樣的一些性別的要求啊 會製造出一些的壓力給我們 那所以在研究男性的心理學裡面呢 所以在研究男性的心理學裡面 他們有一個提出一個觀點 他們有提出一個觀點 就是叫做性別角色的衝突 就是叫做性別角色的衝突 就是你要做好一個男人呢 加了那些應該不應該的東西之後呢 你裡面會有很多衝突 就是你作為一個男人 加了很多男性應該怎麼樣 應該怎麼樣 就會增加了你裡面的衝突 那而 他會呢 就導致到呢 有幾方面的情況 他會導致到有幾方面的情況 就是包括 他要體重成功啦 要有權力啦 要跟人競爭啦 他包括你要成功啦 你要有權力 能夠跟人家競爭啦 這些這些方面的東西 那所以其實傳統男性呢 就是有一種 有一種 有些胡音啊 不好意思 什麼原因呢 可以嗎 好 繼續 那就是說傳統男性的性別角色呢 他要追求成功啦 權力啦 和和人競爭 就是成功的男性 他要有能夠跟人家競爭 能夠有權力 然後能夠有成功感 成功才能夠跟人家競爭 所以你發覺 男人在職場呢 是很小朋友的 你會發現啊 男性在職場 在工作的場合裡面 很少有朋友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身邊的人 是你的競爭對象 因為你身邊的人 是你的競爭對手 那男人的友情呢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在中學啊 大學的時候建立的 男人的友情啊 通常都是在中學 大學的時候建立起來的 出來的社會呢 其實我們就 進入了一種 要跟人競爭 要成功的模式啊 一出到社會 我們就有一種 跟人家競爭的一種 一種狀態 那又因為 性別角色呢 要我們強啊 不可以流露軟弱啊 又因為我們的 性別角色啊 又要去我們強 不能流露我們的軟弱 那所以我們的 情感的表達呢 其實是很局限的 所以我們的 情感表達是非常局限的 男人 我們說 最容易 而最能夠表達的 情緒呢 就是憤怒 男人 我們說最容易 表達的情緒 就是憤怒 例如 哀傷啊 羞恥感啊 這些呢 我們是很怕被人知道的 也就是說 我們的哀傷 我們的羞恥感 我們是很難 願意讓人知道的 所以我們 就是說 其實男人的 情緒的表達呢 其實是 很 很 單方面 也就是說 我們男性的 情緒的表達 是非常單方面的 那 而 要幫助男人 處理她的情緒呢 都是我們男性 輔導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所以說 要幫到男性去表達情緒 也是我們輔導課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明天的工作坊的第一節呢 我們就會講 在情感上 幫助男性 明天我們的工作坊的第一節 就會講 如何幫助男性 去表達他們的情緒 好 那另外一個 男性的角色的衝突呢 就是 男人與男人之間呢 不能有太過親密的表現 那你見到男人可以抱一堆的時候 都是在足球場 入球的時候就可以互相擁抱 你看男人能夠擁抱在一起 通常是在足球場他們進球之後 大家都很想擁抱在一起 但是如果平日呢 你見到 女士們可以拖手 仔逛街 但是男人很少男同男會拖手 你平常在街頭上看到 女性可以手前手地逛街 男性是不可以這樣 不會這樣 那麼西方的研究 男性心理學那些呢 他就提出 其實男人呢 有一種叫做homophobia 西方的心理學家 他們就提出 男性其實有一種叫做homophobia 就是同性的恐懼感 就是很怕別人覺得 我和男人親密 是不是我有同性的傾向 就是我跟男性親密 會不會我有同性的這個 同性戀的這個傾向 那不過我想時而世逆 現在那些人對同性戀的那個 這個關係的那個接納程度 是歡闊了很多 當然事過境遷了 現在男人 或者現在是對同性戀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是越來越容易接納了 好 那最後就是在那個工作和家庭關係之間的張力 另外一個就是在工作和家庭關係的裡面的一個張力了 那麼這個其實都是源於我們要求男人是要成功導致的 這也是源於我們要求男性要有成功這樣的一個能力 我們做一個這樣的一個期待的 所以當你要成功 你可能要有加倍的時間放在工作裡面 所以當你要成功 你可能要有加倍的時間放在工作裡面 這是很難平衡的 這樣是非常難平衡的 這樣是非常難平衡的 是的 工作和家庭之間 往往是男性 在三十四十歲裡面 在這個階段裡面非常難平衡的情況 那我不知道 在這裏當中 你們男性的參加者 你看著這些性別的角色的壓力 衝突 你有沒有同感 不曉得在座的男士 你看到這個男性角色的壓力和衝突 這樣表裂的時候 會不會有很多的掙扎 做男人真的不是很容易的 做男人真的非常不容易 那這個 這個模特兒 其實是你見到 是一位作者 他介紹的 這樣的一個模型 是其中有一位作者 他向我們介紹的 叫Onel 他的名字叫做Onel 就把男性的衝突 用了一幅圖 帶出來 他是用了一幅圖畫 然後把男性的衝突帶出來 讓我們去明白一點 所以你看到 剛才我也有提到 你要成功 其實那個犧牲都挺大的 剛才我們說到了 如果你要成功 其實你的犧牲很大的 製造了你和人之間的親密 工作和家庭之間的張力 甚至影響你身體健康 造成了你的工作裡面的衝突 跟家庭裡面的關係的衝突 包括你身體的健康也一樣出了問題 還有你看到這幅圖 中間那裡有一個字 特別要留心 就是Fear of Femininity 你看到中間有一個字 叫做Fear of Femininity 就是恐懼女性化 恐懼女性化 恐懼女性化的一個字 就是做男人 原來是很怕被人覺得 你很女性化 原來做男人是很怕 被人說你很娘 或者是你很女性化的一個特質 所以我們就帶著要成功 要不要被人覺得女人 這兩個很重要的向導 就製造了我們男性 在性別角色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衝突 就是我們被人期待你要成功 然後你又不能夠太女性化 造成了我們在性別的衝突上面有很大的困難 所以我們一起看看性別衝突帶給我們的問題 我們一起來看看性別衝突帶給我們的問題 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很多時候會覺得沒有了那種自由 很多時候我們會感覺到自己失去了自由 因為原來要做到這個男人的標準 要做好這個角色 是令到我們有很多的局限 原來要做好這個男性的角色 我們發現我們有很多的局限 做不到呢 其實內心又有掙扎 做不到呢 內心又有很多掙扎 有很多衝突在裡面 有很多衝突在裡面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原來那種衝突的情況 是很多處境都會出現的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這種衝突在很多處境裡面都會出現的 例如我們對於男性的特質有一個標準 有一個norm 比如說我們對男性的性別有一個標準 一個norm 如果我們覺得我們來的norm有一個距離 那就會有一種壓力 如果我們覺得我們的角色跟這個norm 這個要求有距離的話 我們就會很緊張 而如果我們很想去達到一個norm 但是達不到 那又有壓力了 如果我們很想去達到這樣的一個norm 這樣的標準 而我們又達不到 那也有很大的壓力了 剛才說我們對於一個理想的男性 其實有一個標準 剛才我們說我們對於一個理想的男性 有一個標準的 所以理想的我和現實的我 的距離 又會造成我們的壓力 那如果我們看到自己不夠man 那如果我們看到自己不夠男性 如果我們看到自己不夠男性 那所以我們又會羞恥 會怕被別人評價 甚至自己貶低自己 我們會怕被人家有這種羞恥感會產生 然後怕被人比較 然後自己也會看低了自己 那另外就是 頭四項都是自己給自己 頭四項都是我們自己給自己的 其實我們身邊的人都會指指點點我們 我們身邊的人也同樣會指指點點我們 你都不夠男人 他們會說你都不夠男人 我們這些男性角色的表現會令身邊的人 他們都有一個定型的 我們身邊的人也有一個定性,男人應該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一達不到他的標準,他們又會給我們壓力 當我們達不到標準的時候,他們也會給我們壓力 我想說一個笑話 我想說一個笑話 那我其實在香港經常都要去一些教會 分享一些男性的話題 我在香港這邊經常也去到教會裡邊 分享一些男性的話題 那有一次我就跟一些 就是 弟兄姐妹分享,其實做男人 就是要流露真情 其實不太容易 於是我跟這些弟兄分享 男人要流露真情真的是不容易 其中有一位弟兄就分享他個人的經歷 有位弟兄就分享他個人的經歷 那他就說 他有一次在宣教會議 他說他有一次在宣教會議裡面 聽到宣教士有些感人的宣教故事 聽到宣教士有一些很感人的宣教故事 那他就很感動 然後他就很感動了 感動到想流淚 感動到他很想流眼淚 但是他拿著眼就看一看旁邊那位姐妹 他就是眼睛瞄一瞄隔壁那位姐妹 這位姐妹都不哭 他在想 這個姐妹怎麼她都不哭 他不哭,我也不應該哭 他不哭,我也不應該哭吧 所以他周圍的人的表現 覺得男人不應該哭 都成為他的壓力 所以他看到周圍的人 能不能哭出來 也成為他的壓力 所以他就不敢去流露這種真我的表達 所以他就不敢去流露這種真我的表達 所以我們收起來收起來 壓抑壓抑 那就越來越 沒有了一種生命力 所以當我們一直長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失去了這樣的生命力了 所以做男人內心 原來有很多這樣的掙扎 所以我們看到做男人的內心裡面 有很多這樣的掙扎 其實我都想給大家 或者不說這裡 我想給大家有多些例子 我想給大家有多點的例子 其實譬如我們男士們 很喜歡把自己和其他男人比較 我們男士們很喜歡 很容易拿自己和其他男人比較 我認識一些男士 他之前是一個成功男士來的 我認識一些男士 他以前是一個成功男士來的 他最有自己身份地位就是那張卡片 他最能夠更加炫慕的就是他的那張卡片 名片 他是總裁來的 他以前是一個總裁來的 但是他提早退休 但是他提早退休了 即是沒有那張卡片 他失去了這張卡片 那就問我是誰 然後他就問我是誰 另外我聽過一個故事 其實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們的舊同學最舊的處境 就是我們一些舊同學一起拒咎的一些情況 不過話說在外國有位在鄉村城鎮的一位教授 說起來就是有一位在外國一個鄉村城鎮裡面的一個教授 一個教授 他有一個不錯的太太 他有一個不錯的太太 他其實是很滿足的 其實他滿滿足的 也很享受自己教學 他也很享受自己的教學 但是有一次就同學聚咎 有一次同學聚咎 他就見回一些舊同學 然後他就跟他的舊同學相遇了 那就交換一下卡片 互相交換名片 原來你是一家明大學的教授 原來你是一家明大學的教授 哎呀我自己只是一個鄉村城鎮一個小小的學校的老師 哎呀真是自卑 我只是一個鄉村小小學校的一個教授 我真的滿自卑的 哇你老婆這麼漂亮 哎呦你太太這麼漂亮 哎呀我老婆真的不行 我的內人就不行了 哈哈哈哈 原來我們男人呢 在我們的內心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高低次序的擺 原來我們男性的內心裡面 有一種高低次序的一種擺設 就是一個hierarchy 一種hierarchy 高低之分 所以一跟別人相比的時候呢 那這些壓力呢 就成為我們的困難了 一更加比較的時候呢 這些壓力就成為自己的困難了 所以題外話呢 譬如搞一些男性的活動呢 所以在現在一個題外話 就是說當我們搞一些男性的活動的時候 那其實你參與活動有時候都要付費用 你參與的時候 通常也會加點費用 其實有時候有些中產一點的教會的男性聚會呢 通常一些中產一點的男性 一些教會的男性活動呢 那他們搞的男人的聚會呢 就在clubhouse啊 喝紅酒啊 他們的活動是在一些 俱樂部裡面 喝紅酒 吃東西 那其實就有意無意呢 就排走了一些 覺得自己沒有錢啊 沒有社會地位的那些男士 不會去參與這些聚會 有意無意之間啊 就是排擠了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有經濟能力的一些的男士 去參與這些的聚會 所以你想想想 原來性別的要求 角色的框框呢 其實影響了我們 我們很多行為的表現 所以說一些 性別角色的一些行為 就是影響了我們的一些 框框影響了我們一些交往的方式 所以如果我們輔導男性 去談這些角色的衝突的時候呢 所以當我們說男士這樣的一個性別 角色的一些衝突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可以有機會 讓他們回想回 自己在做這個男人的過程裡 有什麼壓力 我們可以讓他去回想 在做這些成為一個男士的這些角色的時候 他本身的一些過往的經歷是怎麼樣的 那我聽過一個例子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過往一些例子 就是說 其實有些男性聚會走在一起的時候 第一樣東西呢 他就要禁止一些男人呢 就交換卡片 他在舉行這些活動的時候呢 他就會一開始就禁止這些男性 交換他們的名片 就不准說你是做些什麼工 也不准說你是做什麼行業的 那就沒有了這個工作框框 或者你成功與否的框框呢 你會發覺 原來每個男人呢 你要知道他們很介意這些東西 所以當你發現 我們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些男性他們很介意 自己這些東西 這些問題 好 那我們繼續下去了 我們繼續往下走 那對於這些的 因為男性性別角色帶給人的壓力呢 那如果在心理輔導界呢 其實都有一些專門是男性輔導的模式 對於這些男性的 他們的一些角色情況呢 心理輔導界也有這樣的一些模式 是 那有一個叫做認知行為治療法 我們叫做CBT 我們有一個叫做認知行為治療法 我們叫做CBT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認知行為治療法 認知行為治療法 那他那個入手點呢 就是說男性給自己的要求特質 其實是人性的扭曲 或者叫做認知的扭曲 或者是說認知的扭曲 那他那裏列了好幾個男性的角色的認知扭曲 他那裏列了幾項的男性的認知扭曲的一些狀況 比如第一項 男性是要贏的 比如說第一項 第一項 男性是要贏的 男人是要贏的 如果他不胜利的话 那就不是男人 如果他不能胜利 他就不是一个男人 所以这里有一句说话 是一个扭曲 所以这里有一句话 其实是一个扭曲的观念 英文说是怎么说呢 Winning isn't everything 胜利不是所有的东西 It's the only thing 这是唯一的东西 所以那种竞争心理想想有多强 这种竞争心理 你看有多强 他就会用一个过程 帮他挑战自己的想法 我们就会用一种过程 帮助这种男性 去调整他自己的想法 第一就是用一个历史的回顾 第一方面就是用一种历史的回顾 譬如你赢了人 比如说你这次赢了人家 胜过人家 那你其实是不是真的 那么爽呢 你其实是不是真的这么爽呢 他可能做了一个反省 就说我赢了赢了 不过就失去了朋友 他可能做了一个反省了 我真的是赢了他 但是我失去了一个朋友 因为香港其实都是这样的文化 其实香港也是这样的文化 为了赢是很多时候不择手段 为了胜出我们用不择手段来处理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出卖了朋友 或者令到人很难堪都没做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真的可能是出卖了朋友 或者是令人很难看的一种行为 第二个入手点 除了历史回顾 他就会问一下 你这样想 有没有一些不合逻辑的地方 除了历史回顾这种方式之外 我们就会用一种逻辑的方式 你有没有什么不合逻辑的地方 譬如说 有时候玩玩而已 一定要赢而已 有时候我们会想 我们只是玩一玩 干嘛一定要赢呢 这个其实在父子亲子活动 有时候都会出现 这是在父子亲子活动里面会出现的 那些父母跟儿子打球 譬如说父亲跟孩子打球 那就是不肯认输的 一定要打赢儿子 从来不肯认 一定要每次都要赢过自己的孩子 那其实你一方面 可能想训练儿子要有真性的性格 当然你一方面要训练孩子 有真性的这样一个性格 但是其实 有时候玩或者这些球类活动 都可以拿来减压而已 有时候玩球类的活动 也可以拿来做减压吧 可以不是每次都是用竞争的心来做的 都可以的 可以不是每一次都用竞争的心来做 也可以的 可以轻轻松松地玩一下的 为什么不能让自己轻松一下呢 所以他有这样的提议 所以他有这样的提议 另外这个模式也有趣 他叫他做一些个人的实验 另外这个模式也有很有趣的地方 它叫做一个个人的实验 其实我最近都看了一些商界的领袖的书 其实最近我也看一些商界领袖的书 他说一个好的领袖 其实是要将成功 或者要一些表现 其实是要归功于自己的下属 他说一个好的领袖 其实要把成功 还有一些好的机会 让下属去发挥的 你看到人成功 你看到人成功 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满足 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满足 是不是一定要自己成功 是否一定要自己成功呢 其实很吊诡 你的下属成功 人家会觉得你做一个领袖成功 其实蛮吊诡的 如果你说你的下属成功 其实就代表你做老板的 做上司的已经成功了 不是要自己拿光材 不是一定要自己都带着光环出来见人的 所以我们性别角色带给我们的问题 其实如果在辅导的层面 都可以对症下药 其实我们性别角色的时候 在辅导的时候 也可以帮他对症下药 比如情感的控制 我们明天第一节就会讲多些 比如说情感的控制 我们明天在第一节就会讲多一点 所以让大家知道 原来从性别角色的冲突 都可以化作一个辅导的入手点 其实我们发现 从性别角色的辅导 性别角色的定位 也可以帮他成为辅导的切入点 好 所以我想我今天很想 从性别角色的角度来看男性 很想强调我们这个性别角色的框框 是带给我们很多情绪 或者生活的问题 所以从性别角色的框框的自我限制 其实我想带出来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这些东西都带出我们生活上的一些 就是不好的地方 下午回来就是在好好的往下面的课堂 我们就继续 或者赵老师主持有没有什么想问题 或者回应 可以我们有少少交流 或者是赵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互动想提出的 也可以在这里跟我们现在做一个提出吧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点效务报告 我们还是谢谢欧教授 他这一场很精彩的分享 好 那我们下面效务报告的部分 好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资料连结 我们已经透过email发给各位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 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到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些人 他们这样的信件 掉到垃圾信箱里去了 所以可能你要到你的垃圾信箱里面去找 因为在我们的email里面 我们的会前通知里面 有刚刚欧教授所有的PPT的连结 也就是讲义的连结 所以我们讲义的连结也在那个会前通知里面 那如果你还是没有收到的话 可以跟我们说 你可以放在聊天室或者是email给我们 我们会再补发给你 我们就可能就一张一个一个人来补发 好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大会预算是9万元 其实这已经很低了 就一般的大会都是几十万的 那我们就已经用尽量用最经济的方式 来希望给大家最好的讲座 那我们还是 这是我们第三届的辅导讲座 我们仍然承袭过去的官吏 我们是完全免费 然后就是凭各位的自由奉献 那我们很希望我们明年可以继续办 或以后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办 因为我们觉得很多这些议题 像这次讲到的男性议题 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忽略的 但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讲座 这样免费的讲座 可以来服务仲教会 那但是我们需要各位您的支持 所以就是如果有感动的话 我们的QR Code 我们都会放在 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们会放在上面 各位可以线上支持我们 好 这是我们奉献QR Code 好 那我们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就是请你在第三堂结束以前 你把问题打在Zoom的聊天室里面 我们会尽量的回答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因为我们QA的时间只有20分钟 所以没有办法回答每一个问题 但我们就尽量 所以如果没有回答到 那还请见谅 好 那请记得在第三堂结束以前 好 也就第三堂结束 你一定要把你的问题送出 明天也是一样 好 那我们等会 请各位看一个短短的 我们介绍我们 道朔教务辅导组的一个影片 其实在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要面对的很多 最困难的问题 不是解经或是神学的问题 而是处理人的问题 华神的道朔辅导组正是想帮助 那些想全职服侍神的人 在学习更多认识神的真知识上 同时也正视自己的软弱 可以去支持 陪伴 引导信徒和有需要者面对度过 人生各个重大发展世界 落实基督门徒的生命 大家好 我是华神负责教授教木辅导课程的焦如瓶老师 华神道朔教木辅导组 在训练有辅导能力的传道人 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会有一般道学硕士的专业训练 让学生出去以后有牧养教会的能力 同时我们也会培养学生辅导方面的能力 课程里面我们会有各样的辅导课程 辅导理论 还有处理教会的一些辅导议题 以及一些食物的课程 像是实际的接案以及督导 经过这样三年的课程 我们相信学生将来出去 能够牧养教会 也同时具备辅导 帮助人的能力 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也会帮助学生 更进一步的认识自己 处理自己的一些议题 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健康的牧者 因为我们相信这样子学生将来不但能够经得起各样的考验 而且可以在牧养的这个道路上比较持久 不至于成为商人的牧者 同时侍奉的果效也能够更好 我们在这个辅导 在牧养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 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要面对的很多最困难的问题 不是解经或是神学的问题 而是处理人的问题 在华神的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会帮助学生不但更深地去认识人性 而且知道怎么样处理一些人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有清楚的全职护照 而且你也希望成为一个有辅导能力的牧者 华神道硕教母辅导组会是你理想的选择 在信仰生活中我们都希望更多认识神 也更多经历神的真实 加尔文成提到 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 换句话说 要更多认识神 我们就必须认识自己 特别是自己的软弱 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经历 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华神的道硕辅导组正是想帮助那些想全职服事 神的人在学习更多认识神的真知识上 同时也正视自己的软弱 而能更多整合神学与心理学对人的认识 以至面对教会的牧养能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 华神创校终止 本是以灵命学士侍奉三欲并尽的理念 培育神国仆人 在学校进入第二个五十年的开始 学校期盼在训练传道人的努力上 得以更贴近更有效的回应 时代需要教会的需要 为这个缘故 学校在两年前开设了 道学硕士科的教务辅导组学成 使有负担在教会全职侍奉上 花多一点时间 跟心思在心灵关顾上的准传道人寿装备 可以去支持、陪伴、引导信徒 和有需要者面对度过人生各个重大发展事件 落实基督门徒的生命 并且第一线回应、介入并协助 带领所属地方教会 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个彰显 因应有关创伤、成瘾、精神疾患的 诸多心理和家庭议题 且在回应需要之际 人能靠圣灵的帮助、自我关顾 不致爱心疲惫、精神崩耗 但愿主的教会更强而有力地 经历主已经带来的喜年 被掳的德释放、瞎眼的德看见 受压制的德自由 向自己、向社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作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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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教育教育 作为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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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有全职呼召 而且你想要成为一个 有辅导能力的牧者 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 那我们也相信 在这个课程里面三年的训练 真的可以在各方面装备你 成为一个很棒 而且一个不但认识自己 也能够真的帮助人的牧者 好 那我们现在就休息 我们休息的时间是 一直到一点半 我们下午是一点半开始 那我们就 我们现在就给各位 一个午餐休息的时间 一点半我们再准时回来 谢谢